医院发烧门诊大牌长龙 北京发烧就诊人数 就比一周前暴增16倍 疫情急速扩散 官方人大力推动企业复工 不限制办公室倒班人数比例 陕西一家诊所外 大批民众等看诊 有病人直接在门外 坐板凳掉点滴 疫情升温有女子强买退烧药 结果买成肛门塞剂 还吃了一大力 文字和这个差两个字 我也没太注意 我以为是牌子不同 我准备吃第二个的时候 我就塞出来一个手套 女子误吞超大一粒 肛门塞剂还好身体没有大碍 医生也表示肛门塞剂 用吞的没有太大药效 但面对疫情狂烧药局 大发灾难财 四川顾客买莲花清瘟 竟被要求捆绑购买布诺芬 穿备枇杷膏等五种药品 天津一家药店则因捆绑销售 莲花清瘟红台价格 被罚大约台币219万元 疫情解封民众只能自保 最近一周接种疫苗剂次增加超过一倍 尤其春节返乡人潮大增 纽约时报预测将有数亿人感染新冠 恐怕对医疗系统造成极大压力 记者立行陈正茂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